2017年汉光33号演习选在彭湖登场 模拟共军进犯山水海滩上 实施反登陆 三军实弹操演 场景逼真随着台中美 三方情势升温 专家评估一旦开战 彭湖将会是第一个战场 所谓的天驱部队 就大概是夏季的时候 空军都会从台中 跟所谓的台南基地调派 进入华豪战区全驻彭湖 然后半年就轮掉一次 根据战情假象 相较于台湾 彭湖近邻大陆150公里 势必将成为共军首要标的 倘若失守 让解放军设置飞弹基地 全台重要设施 都将笼罩在射程范围内 我军早有所因应 自1996年开始台海危机 便派驻当时刚成军的IDF中队 在夏季驻守彭湖马公机场 称为天驱计划 最短时间4分半内能快速起降 比起本岛派员可争取6分钟紧急 应变时间 但据媒体指出 碍于澎湖冬天 东北季风强盛 轻型的IDF起降 亦有飞安变数 为了提升天驱计划 考虑在冬天时改派 嘉义基地的重型战机 F16进入 为什么你把F16派过去 这个反应时间不是慢了一分钟吗 这个一分钟 其实对空房的雅士有点重要 尽管专家一律 F16起降速度较IDF需要多一到两分钟时间 还有调派嘉义空军期地 本岛兵力缺额又该重合补上 不过空军目前有142架F16散机 还向美方采购66架F16V 总计208架是亚太国家当中 F16散机数量最多的国家 专家忧心的缺额未来能够补习 F16如果真进入澎湖 面对攻击也将展现不卫战 不确战不挑衅三原则